那么这段话呢 它不仅是讲到了为兄弟复仇 还讲到了为父母复仇 为此呢 我们要再讲两个关键的人物 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 谁呀 孔子和司马天 我们先来看孔子 刚提到的这个扎里这本书 那么孔子的学生子贡呢 有一天就问了孔子一个问题 居父母之仇 如之河 对于杀害父母的仇人要怎么办呢 孔子是怎么回答的呢 他说 紧瞻 枕干不适 福与共天下也 欲动是朝 不反兵而斗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就说啊 睡在草席上 盾牌当枕头 不做官 与仇人不共待一天 如果遇到仇人 不必返回家里去拿武器 忙动手 不动杀了他 这是孔子的态度 那还有比孔子年长八岁的人 吴子虚 他的父亲 武图和大哥 武尚 是被楚平王杀害 那吴子虚当时是逃到了吴国 又被吴王和驴 接纳 并且是纵用了 那吴子虚呢 是天天享受仇啊 后来呢 吴子虚果真就是带了吴国的军队 打进了楚国 攻入了楚国的都城 这个尹都 可惜了 那个时候啊 楚平王就已经死了 那么吴子虚 他怎么复仇呢 他把楚平王的坟墓掘开 拉出他的尸体 鞭尸三百 那在中国的先秦时期里面 比如说左传 国语 韩非子 吕斯春秋 这些书里面啊 其实都是提到了 吴子虚复仇的事 而且呢 他们对吴子虚复仇的事 哎呦 是充满了同情和赞美 给予的都是肯定啊 那我们再来看看司马迁 史记里面呢 专门是有一篇吴子虚列传 还有一篇呢 吴太博世家 都是记载了这个故事 那么司马迁对吴子虚的评价 列照了赴言 那吴子虚放弃小意 为了报自己的大仇 名垂于后世 非常悲壮 当吴子虚在江上困久 在路上乞讨的时候 他是没有一刻忘记 要恭敬楚国的国都 这个引渡报仇的 那么讲到这里呢 我们可能有一个疑惑哈 私立维权 难道不违反法律吗 不违背吗 确实是有这个观点 比如说英国文艺复兴 时期 则学家裴根 他有一篇专门的文章 叫《论复仇》呢 他认为啊 就对法律的破坏程度而言 对犯罪的报复 那么胜过犯罪本身 因为呢 犯罪是破坏法律 而复仇呢 是对法律取而代之 严格上讲啊 培根的观点呢 他和孔子司马迁的观点 一点都不矛盾的哈 这是第一点 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哈 古力呢 至少不是谴责人们复仇啊 那是为了保护国民的 道德勇气和正义之心 我们想一想 如果一个人 他连为自己 讨还公道的勇气都没有 那你还讨论 什么为世界维护公义 你怎么去讨论 所以呢 孔子也好 是司马迁也罢 他们其实呢 并不是金金恶道于 个人复仇 而是小心地去维护 这种行为里面 所包含着的人类的 道德勇气和公道之心 所以呢 这个我们的文化里面呢 它是倾向于肯定复仇 那这里面呢 是有着道德良知 也有价值的判断和选择 那么在古代的中国 文化它肯定复仇 那么文学呢 文学它是歌颂复仇的 复仇的事件呢 在中国的历史上 它是时时发生 而且是总能够赢得贺彩 并且到处传扬的 复仇的人物呢 它在中国的历史上呢 也常常出现 总是能够得到同情 甚至歌颂 你比方说 水谷 它其实是 歌颂复仇的小说 那么实际上呢 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里面 有着大量的对复仇事件 津津乐道的描写 对复仇人物呢 也是热烈的情感倾注 其中呢 都是隐藏着一个 极其深刻的社会心理 那就是全社会 对这个封建法律啊 对比一下 看看你们的法律 是不是封建法律 对封建法律不信任 这个就是通过文学作品来表现 那么文学呢 它违背法律呢 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普遍线效 当法律 当法律 不能主持正义的时候 就代表着社会良心的文学呢 就必然要表现出对法律的失望和鄙视 所以在这个传统文化传统当中啊 你就看到故事的主人王 武松 他为兄弟复仇 大家也是觉得 好 写得好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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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